好 其實你看淡港股整體的情況 也有很多朋友回應你 另一個朋友就說 總是有個感覺今年港股是沒什麼運行的 他說其實加息都已經講得很悶了 他說不如跌上深水買ETF 3110你又怎樣看呢 是一種高息股的ETF 其實真的想說 我不是特別看淡港股的 沒有否認的 我只是在恆指上面 看得比較負面一點 如果你問我去年有沒有見過 就去買7500 沒有的 但是你說我們主張就是炒恆指以外的相關股份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很多時候大家就是把港股和恆指 正確地拉在一起 這個說法在市況正正常常的情況下 是絕對對的 指數作為一個Benchmark 沒問題 但是你看看短線來講 近一兩年發生了什麼事 恆指又在做大革命 不斷地去執創 而它執創的行為我本身又不主張 所以你當突然間 用恆指等於港股來講 我是淡淡地的 但問題就是剛剛講的 淡淡地之餘 就是剛剛講的開始轉變了 那些東西 是否炒故 所以我的看法是有一點改變的 就是你講整體而言 那些東西有機會好一點點 但是始終我覺得清醒了 就是那些東西好一點點 但是你不會去摺一些最風頭火勢的股份 對方網股當中 你最多都是想騰訊 阿里巴巴 那些大隻的又穩定現金樓那些 那些不會叫bubble的 那些最多是股值大幅向下殺的 殺了這麼多 當然騰訊還有機會圈420元 但是跌得多少 難道300元200元出來嗎 我又不是去到這麼淡 所以你如果做草倉部署 分中才吸納OK的 但是你去到買高息股 老實說第一方面我不記得 或者沒有太大留意恒生高息股 主要是拿些什麼 但是我都深信 很大機會都應該是一些內銀股 或者是說一些穩 就是其實你買收息股 長線來說不會太過差的 但是短 就是你在這個市貨上買這些股份 穩穩陣陣 我覺得OK 但是這個價位你就要追 那你說短線 今天看到那些資源股 那些內銀股有機會回到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上車位 你試試用一個圖表來炒 這些就不會有太多潛在上升空間 你如果可能剔到 大概一至兩成的利潤 那些可以收錄 我覺得今年來說 這些不會有一個 真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價值股是應該炒的 但是今年整體而言 港股也好美股也好 潛在回報 那個直播率一定會低了 因為那個加息就是影響你的一件事 但是加息會不會對港股 都變成一個很 negative impact 就應該不是的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在資源美國不斷地放水的時候 港股也無法殺害 現在影響港股主要是來自政策風險 內房風險 這些就不關於利潤的利潤 所以我不要說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在這麼多樣的憂慮當中 加息就應該 用五隻手指應該未必是主要關注的因素 那麼多機會 對 他對 他對 按摩